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区完成之后 它是不能实际使用的 还要到哪儿 格式化了 这里还说了一下分区的一些 在MBR分区表 我说了 我们现在主流使用的是还是MBR MBR是主引导基础的意思 它的分区是主分区最多有四个 只能最多分一个扩展分区 OK 扩展分区加主分区是不是最多有四个 也就是说分了一个扩展分区 主分区是不是最多只能再分三个 OK 而且扩展分区不能写入数据 扩展分区只有两个左右 在里面是不是画逻辑分区 那然后是不是在扩展分区里面分逻辑分区 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突破 四个分区的限制 没错了 好了 但是这个分区分区表它最大的问题是 不能超过两个TB硬盘 OK 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取代方案了 这个东西我们在后续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讲怎么用 好不好 那这里先就这样 可以了 听懂了 好了 然后呢 有的分区是不是还要格式化 是不是才可以使用 那 在这里说了两种分区表的形式 MBR分区表 那我们现在是用的 现在设计就是MBR 以后会用什么 是PT 它支持9.4的ZB 这块写了一下 1ZB是1224PB 1PB是1224EB 1EB是1224TB TB居上是EB EB居上是PB P居上是ZB OK 我们现在肯定要不要这样 我们说到这儿就足够了 只是说 它最起码是不是还过往的 再用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 没问题 看到了 有没有问题 那 这批级分区表 它就没有分区数量的限制 想分多少都可以 但是 在Windows 我们目前的 之前写的这个资料 Windows2008当中 还要支持 只支持188的 OK Windows也是有限制的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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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说 分完区之后 是不是必须格式化才能使用 好 牢牢记住 格式化是什么 对 算你们记住 格式化这个目的是写入文件系统 而不是把数据删除 OK 那什么叫写入文件系统啊 指个类似吧 是不是就是 像给衣柜打隔断一样 然后呢 把分区是不是分成 等大小的 block 没错吧 这个block 可以是1K 2K 4K 对Windows来讲 默认是4K 然后 给整个分区是否创建一个分区文件统 然后咱里面干嘛 是否把每一行文件的数据写在这个文件里 包含它的爱写点号 每个文件是不是都有来写号 然后它的日期 全线 然后数据保存在位置 能看到 我到现在为止 我说过 这一个文件数据里面有文件名吗 那文件名在这儿吗 在这儿吗 各位 在文件的数据保存位置当中 它是存储文件名 它只存储的是文件的爱写点数 那文件名放在哪 放在它的上级目录的block 啥意思 看 假设 有个111目录 111目录里面放的个文件A A 可不可以 可以吧 那好 在A这个文件的 文件的这个分区表里 在它的分区表里 这块 写入的仅仅只是文件的爱写点号 时间 然后 权限 最终是它的占用的这个block的位置 当然 如果详细讲还有更多 我们到后面再说 好吧 但是 是没有文件名的 文件名放在哪 那我问你 111目录 它是不是也要有自己的存储位置 啊 那 111目录里面存储的是什么 第一 111目录是远远远远远远远 然后 时间 权限 OK 然后 它的数据保存的block跨的位置 OK 那 假设 111目录的block跨在这个block跨 能不能 而 A文件的block跨 假设在这个block跨 可能 那我现在问你 在A的block跨里 是不是放入的是A里拿的数据 A里拿的字符串的内容 不是 文件当中的内容 没错吧 那我想问你的是 在11这个block跨里 放的是什么 放的是什么 放的是 这个目录下 所有子文件的 文件名称 文件名称 和它的 A节点的对比号 能推动的说什么 那也就是说 我怎么读取A文件的数据呢 怎么读啊 首先 搜索到了 这个根部落的 跟目录的A节点 啊 跟目录的A节点 在西藏文件完之过 是不是就是固定的 默认就有 然后是不是就会直接往 啊 跟目录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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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自己的一个block跨 啊 啊 然后是导存了 跟目录下 所有目录的 所有子文件的 一级子文件 目录下的子文件 不放在这里 只是跟目录下的 这个一级子文件 二级子文件 听懂我说什么 什么布特分区啊 DV分区啊 UCC分区 每一个 啊 不同的路 DV分区 这个UCC分区 每个目录的 文件名称 包括115 假设115 放在根下 可不可以 它的文件名 子文件的文件名 和它的A节点 对于位置 是不是都放在了 根部落的block里 你听懂 啊 听懂了 那现在我是不是就知道了 115入的 A节点号 是不是就知道了 它的号 啊 通过安全点 是不是查它的 115入的这个 分区啊 然后是不是找到 115入的 115入在这儿 是不是在这儿 所在位置 能看到吗 而在这个block里面 是不是就读出了 A这个文件的文件名 和它的A节点号 啊 通过安全点号 是不是找到了 它的所在位置 能看到啊 那 然后这里面 是不是记录了A文件 保存的位置 然后是不是就 鼻指出来了 B的block里 听懂了 啊 所以你记得 我直接讲 就在讲 我说 在分区表里 这个文件这里 指示案件 时间呈现 这个block 文件直中 没有说文件名 认为什么 文件名 是不是放在 它的上级目录的 存储块 听懂了 听懂了 说什么 啊 文件名是作为上级 污辱数据 造成的 OK 听懂了 诶 我说实话 这种几层的东西 其实不好 但是 如果你真的 听明白了 这个原理 我们后续讲的 很多论论 也都会 理解起来的那种方便 比如说 我一开始的时候讲过 这种 你们上医科的时候 是讲过 一面接口的文件 如果没有block 和I know的支持 你是很难这些 他们的确定 听懂了吗 有没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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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名是保存在 上级目录的存储块里 OK OK 而没有存储在自己的block 听懂了吗 有没有文件 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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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这就是所谓的分区 什么 其实是不是就是 哦 所谓的格式吧 是不是就是 跟短和段式做的一样 啊 只是 它是需要遵守 用它更确的 一种标准格式 先走吧 先走吧 好了 各位 这就是格式化的意思 可不可以 格式化的意思 那 它的目的 是不是就是为了 协助文件系统的问题 啊 那 不同的操作系统 文件系统都一致 Windows是 翻译16 翻译32 一天开始 音乐是 一天二 一天二 一天三 我说 你们只需要知道 越先进的文件系统 它越先进就好了 那 这就拿Windows去用 因为 Windows呢 我们可能现在是讲到什么 Windows呢 什么呢 翻译16的问题是 最大支持 两季度的分区 翻译32 最大只支持四个G的单个文件 分区支持 32个G 注意 这预测的是在XP里面 诶 我们现在是都是温七温八温 各位 没有找到具体的文件系统支持过大的数据 我找了 没有 我找到的是XP 什么 我问你 我们现在的U盘是多是 翻译32 我不知道你们的U盘多大 但是 我买的一块移动力盘 一个T的 它都默认文件系统 那买回就合身化好了 是 FI32 然后呢 导致什么 我一开始用 哎 光是考数据 大约四个G的数据考进去 然后发现 是FI32 那你说 FI32 是不是最起码在温七里 可以支持一T比以上的分区 能不能说什么 啊 但是这个 找到了这个是XP的数据 包括这个 都是 听懂吗 那不同的系统当中 其实是识别的不一样 我说 所以我不要去你们去背谈 到底知识多大 不值 我只要你们知道什么 越新的越先进 它知识越大的分区 知识越大的但冷静 就可以了 听懂吗 目前N1440 是不是还是Windows当中最好的 听懂吗 有问题 有问题 好 有的 这段时候演示一下 在Windows当中怎么格式化 啊 只要找到它干嘛 用键点减机选择格式化就可以了 啊 但是逐渐啊 会把里面的所有数据全部清空 听懂吗 啊 好了 各位 对Windows来讲 我只要最后几步 就可以了 干嘛 给它给人盘服吧 啊 先进去 是不是给盘服就可以了 啊 也就是说 分区 格式化 给盘服是应该用啊 但是Lingows当中 我们是不是说多了一个模 OK啊 是不是还要给它起一个设定点点 对 好了 Lingows东西放到Lingows来讲 文革式就这样 分区的格式化 然后给盘服是不是就用啊 听懂啊 嗯 嗯 好吧 分区的那种 我们很快地串动一下 然后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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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三哥 这更不用说了 我们很快时间看一见就得了 可以吧 嗯 嗯 各位 你们需要掌握的可能 不是说是Windows简单单做 这是不是创建的这个刻铺光盘 嗯 这个软件是重建的 非常重建的 叫做UXO OK 中文呢 装完以后只要选工具刻铺光盘 然后把光盘放进去 点开始就开始刻了 OK 那 然后呢 Windows三哥 没啥说了 光盘放进去 然后下一步下一步 就放了 现在是还有温PE的 那个时候的图形状 图形状 然后 温PE的好处是 你可以直接拿那种 自带的工具是在分区 就不用用那种 插P 温度温气里面的 蓝屏的那种 自不先带的材料 方便你 听懂啊 好吧 各位 很多我都说了一下的是 温寒多 各位 现在光区是不是逐渐淘汰 导致什么 很多服器 你看咱俩的服器上司 都没过去 看到了 你们的笔记本 是不是逐渐也在淘汰上去 那现在温寒多 是就变成一个收藏重量的手段 所以 哪怕你们以后不去修宴 就给自己人家的装饰 一样的混互判多 所以 昨天温川师们也说了 你们准备一个温寒 那 第一 这个温谈到 这种小一八劲 第二 有这样一个轮件 OK 第三 需要有一个温室的 或者其他任何所有系统的 ISO 金像 那 这些东西温川下来画给大家 嗯 下来给大家 好吗 OK 然后呢 同样是这个轮件 然后呢 打开 干嘛 找到这个安装的金像 然后确定 然后呢 启动里面协助硬盘一下 看到吗 这边刚刚扣的光盘不一样 有什么今天在老虏 在想 在画上去 喂 好 各位 各位,这个跟我们那天讲的克鲁光盘可不一样,刚刚看到了,克鲁光盘是在哪?是在工具里看到了,看到了?那这个是在启动里,因为它做的是启动盘,听懂了? 然后选择启动这个接面,硬盘接面,看到了?然后呢,在这里把它选成你的U盘,小心,别选成你的硬盘,后过是啥?它会先格式化了,会把整个硬盘里的数据全部清空,小心啊,然后注意,这里一般就选择成USB HDD架,因为我的主板上一般这是通的,OK? 有些主板还能实际上隔了,但是一般用实际上,选这个就可以了,听懂了?然后选择开始格式化,选完之后呢,等它格式化完成之后,然后这个写录就会比较亮了,OK? 然后,这里说,最好就选这个,有的主板是不是还支持ZIP架?其实最常用的还是谁?去选它,然后选下一步,然后选写录,然后等着,等完之后,这种U盘就会把它创建好,然后呢? 把你的真实机打开,Windows和你的计算机或者福西打开,在DAS里面选择从U盘起过来,然后就可以了,就跟装光盘一样了,明白吗? 只是,小心,有些老式的个人技术,他不支持就盘起过,那这个时候就知道了,不光盘做了,没别的说法。但是,福西,那就美国区内,但是福西一般都支持就盘起过,OK? 你看,咱们有一个支持,唯一的问题是,咱们的那个服务器上默认都绑进了锐的卡,它会导致我们的标准的启动顺序无法修改,或者说,优财差距它找不到,死也识别不了。 因为弱财卡占用了它的机构,就是先进,那这个方法很麻烦的,这个东西怎么办?要不然,把锐财卡拆了,就是一般都要把锐财卡卸掉,之后才能够掉,OK? 要不然就是什么?要不然就是非得动它,能够吗?那,葛伯,现在就没办法,我们说,那个锐财卡基本上全能,刘川当时他们在做的时候,刘川曾经说他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曾经装过一次,我说,葛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先进的吗? 你搬着服务器,出厂的时候都帮你装好了,你需要什么就行,然后呢,如果我不行的话,然后都可以干嘛,光盘再收,装盘再收,行吗?温度三张,很快带一点,常见东西,不说了,OK? 记得了,我给你们写过一个温度三张,是不是记得了吗?这样装完了,温度四就算装完了吗?没有了,就还早了,还要干嘛? 刘川阳键,驱动刘阳键,然后连网、更新五菱、冰冻户、刘阳键全部要公新,OK? 安装长阳键,个人电脑,就算完了,如果是服务器的话,还要过一种化,OK? OK啊,又化又化什么?我们后面讲的道理再说,好不好?能知道吗? 有没有人讲?有没有人讲?好,很简单的东西,第二个,告诉他 诶,我们的东西是不是还是有很多东西是需要科路的? 因为我说,单台电脑和多台电脑是不是差别还是很大的? 那我只有一台电脑手工装饰没有人,但是我说我要有几百台,一台电脑装饰没有人,能听到吗? 那这时候告诉他是不是要? 告诉他是不是会变得非常方便,但是告诉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需要把你要被装的电脑的一盘拆下来 而接到,我就说,我是先让我有一台已经装好了,这个Number 4 然后呢,把新的那块电脑我一盘拆下来 然后接到我们这个第一台电脑的重盘上 也说第一块盘是做主盘,第二盘做重盘,然后通过第一块盘是扣的 你没办?我说你了,他说,拆起相反 如果对各种电脑的重盘的时候不太方便,但是,你们看看你的浮血,它是怎么拆的? 拆的,硬盘 前面是什么卡子,打开一盘就不下来了,这为啥设定啊? 是不是就是为了插装硬盘的时候方便,能明白啊?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保证把母排放到第一个盘 对客户盘是放到第二个盘,别放反了,放反了能看吗? 能,会刻用过一样的出来,就会把你的东盘刻成另外一个盘 人家呢?两个客户弄成空盘 听懂了?听懂了? 这包法啊,签入这包法,然后,高斯坦安装,启动 主,这个高斯的绝不能是在Windows当中安装的 因为你是要重装的是Windows 那你去高斯的什么钱?要不然是U盘起锁 在U盘里装着高斯的工具,要不然是Windows起锁 你们Windows起锁盘下来吧,里面是有能批你 进去之后一般都是自带高斯的,明白啊? 他有个人说不能从硬盘起锁,因为你刻的就是硬盘 明白吗?你说这个吗? 明白,明白吗?必须通过光盘或者U盘来起,然后呢? 打开这个软件,好吧,用起来就很简单,看 老口是本地软,第四个是硬盘 帕金森是什么?分区 他就说,把本地的硬盘,然后主要放在这个键盘上,就可以看吧 把它变成分区,把它选的是分区 OK?那把本地分区是不是刻成分区?或者刻成镜像? 能看到?分区刻分区是不是就是两个硬盘使得就好啊? 但是不会有分区刻,那是什么?应该是选这个 进去之后就是通计思考,能听懂我来说什么? 那是不是就是硬盘通计盘? 选了之后只要确定,别把两个盘放缓,回车就可以安装 能知道吗?那把硬盘或者分区变成镜像是什么? 备份吧,把你新装系统的时候备写下来,然后出来,出了问题之后就可以做什么? 备写下来,从镜像环境下来,也能看到啊,直接会给你个佛,明白吗? 明白吗?非常强烈,主要这么用,进手头,突进手头,回车就可以了,明白吗? 然后呢,使用告诉他,这块都是迹象,因为我找到这个截图都是, 这啥我自己不进?我没啥自己不进? 对,我是拿那个硬盘或者是光盘启动的系统,能启动吗? 它没有接触软件,因为那是硬盘那些东西,明白啊?怎么解? 要不然是拿虚拟机解,要不然你就在拿照相机去照,听懂我说什么? 所以很麻烦,所以我是从网上找个解写,明白了吧? 这块是不是就是让你选从分区到分区,这块是不是先让你选母分区,母胎, 然后下个时候让你选从分区,克斗水,然后点OK, 然后是不是就可以确定了,然后克斗,能启动了水吗? 如果从进相恢复,是不是在这里选择首要的一面圆, 就可以找到这下,明白吗?非常简单。 这块有点抱错,没事。 这都是一样的,这个玩意很简单,不能说,可不可以? 主要用的是,告诉他,通告死他, 不是,第四个,通这四个,通,但是,都说一句。 我们前面就是在讲一个关键点,我们说, 一台电脑只允许几乎一个分区,说话要是什么? 你不知道為什麼,每一塊電腦只允許激活一個地區。 各位,在原先裝的時候,我們是需要手工激活,但是現在不用。 現在你選擇把錯的器材裝在哪個分區,它就會激活哪一個分區,明白嗎? 不需要你去做,明白嗎? 但是用硬盤分區開工序時,能看見這個分區是不是激活,明白嗎? 你說什麼?但是我問你,如果我刻入盤入盤,我兩個入盤時候都是有激活的區。 兩個都有盤,帶來的後果是有盤。 有個分量子會崩潰的,因為它分裂器,我應該重新啟動,兩塊盤全部都會樹筆同時。 或者是系統之間的工庫,什麼意思? 課完的時候,它在最後會幹嘛?要求你重啟。 你的分區必須重新啟動,不在這兒,應該是最後要求你重啟。 各位,這個地方堅決不能選擇葉子,而要選什麼? No,然後呢,如果你沒有其他款要刻滿,把第二塊盤抠出來,然後再去重啟。 你聽到嗎?如果你還有要刻滿,把第三塊盤的時候再插進去,再刻進去吧。 聽懂嗎?我要說什麼?不要重啟,千萬不要再。 兩個操作系統同時激活的情況下重啟,聽懂嗎? Windows是直接的問題,我曾經在Windows 2003上做過測試。 它一定會重啟,以後的版本不確定會重啟,但是肯定是非常合作,聽懂嗎? 知道人家說什麼嗎? 你想清楚,因為兩個型號還是跟一模一樣的, 都能掛兩格盤的同時來起碼,聽懂嗎? 有沒有人聽? 聽懂嗎?我有說什麼? 這個地方是一定要出去的。 OK,你們非常容易犯的最大事,聽懂嗎? 不允許兩格盤同時起碼,聽懂嗎? 聽懂嗎?有問題? 人家說什麼?信起來了,信起來了,聽到了嗎? 我告訴的其他都可以簡單,就這一塊,需要自己講,聽懂嗎? 然後呢?訊息的使用,這個就比較簡單了。 我們是不是已經見過了? 首先,裝好之後是不是就是這樣吧? 然後,我們之前是不是也講過了一下? 我說,清界如何?清界訊息,沒錯吧? 在這裡是不是選清界就可以了?沒錯吧? 然後呢,訊息這裡是不是可以做一架設置? 調整點選壓,對不對? 然後呢,在這裡有網卡是不是可以選調節之類的? 這個事情我們是都解釋過了。 好吧,有沒有問題? 在這裡是不是可以講的是快照? 你們兩個,這個橋接這塊,聽過嗎? 橋接? 沒問題是吧? OK,我們到這邊就請說,再過來找到,好吧? 我們這塊就比較簡單,我們就不說,可以嗎? 好了,那我們今天就幹嘛? 有點可怕